时事焦点 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美国星岛中文电视台听众 大家好 我是霍永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时事观察 俄罗斯自由网媒在2月11日刊登了一个名为 《莫罗佐夫》的文章 标题叫做《北京的十大成就》 2018 中国用什么震惊了世界 这篇文章说到刚刚这段时间中国人迎来了农历新年 松构营生 大家都应该回顾一下中国在去年取得如何重大成就 本来同类型的文章在过去一两个月其实不少 但这是俄罗斯自由网媒出的 而且再看下去竟然发现有两三项 我自己都不熟悉 这样我就发现里面有多少大家是根本没有在新闻报道中 从来听到的 这种在新闻报道中的选择性失踪 值得我们深思一下 到底莫罗佐夫提到的 十大成就包括了什么 或者值得和大家回顾一下 而且其中一个项目 人造太阳 虽然有一些台湾和香港的传媒 科技传媒曾经报道过 但引起的关注应该非常少 值得和大家研究一下 当然这十大成就当中有不少 都是大家应该会比较清楚的了 例如其中第一项的上俄四号月背着陆 在2018年10月8日上俄四号发射升空 而1月3日成功实现了人类史上 第一次月球背面 在南极艾德肯盘地的预损区内着陆 同日也放出了肉兔2号巡视器 开始了月背上的探索之旅 借着着着桥的中底卫星 上俄四号也和肉兔2号顺利进行了互相拍摄 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第二项成就 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在2018年底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已经有33个载轨服务卫星 按照计划完成了高密度导航网 未来两年还将会继续反射 11个北斗3号和1个北斗2号卫星 用来提升系统服务性能 目前北斗的船游定位已经达到10米精度 在亚太区达到5米 而测量速度达到每秒钟0.2米 第三个可能大家更熟悉了 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 在2018年10月24日正式开通 这条长达55公里全球最长的跨海通道 连接了香港、珠海和澳门 在10月正式通车 将桥梁、倒序和隧道连成一体 这一行工作由前期设计去到最高述完成 一共用了14年 也标记了未来大湾区经济圈的整合工作 第四行是国产航母完成第三次海市 在2018年10月28日 完全由中国本土设计和建造的第一艘航母舰 完成到第三次海市 也意味着北京已经掌握了 制造中型和大型航母的技术 新航母舰长大约315米 排水量5万吨 最大航速30节 它可以搭载36架殲15战机 并且根据不同的作战任务 攜带多型空对空、空对地导弹和精制炸弹等等 第五行是全球首例的复制离合的单身 就是黑龙 在2018年1月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非人灵掌类平台负责人孙强 带领权团队经过5年的努力 终于成功利用灵掌类的驱体细胞 复制了中中和华华 两个复制的长尾离合 成为世界首创先例 第六行是 第1个X光天文卫星交付使用 在2018年1月30日 中国航天局宣布 中国第1个X光天文卫星 惠眼经过7个月的载轨测试后 已经能够正式投入使用 对银河系里的黑洞和中指星进行观测 提供更多数据和信息 帮助人类揭开黑洞演化 中指星强词场等天文现象的迷团 第七行是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的C非 在2018年10月1日 中国自主研制的昆龙 AG-600 完成了水上首飞起降 它的机身长30寸米高12米 飞行时速平均达555公里 是世界上正在研制的最大水陆两栋飞机 并且能够在20秒内吸水15吨 能够满足物资运输 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湖等多众要求 其实看到飞机时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加州的山火 第八行是自主建造的极地破冰船下水 在2018年9月10日 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 科学考察破冰船 雪龙二号下水 它利用船头和船尾强大的推进装置 完成双向破冰 排水量13000吨 并且搭载4500吨的墨资 能够在冰口1.5米的环境中 连续破冰航航 从而直接提升中国在极地考察上的效率 说到雪龙二号 不知大家会否想到雪龙一号 这是中国第三代极地破冰船 它是在乌克兰的克尔松船厂 在1993年时 根据中国需求完成的第一艘 巴令级破冰船 如果我们略略计一计 这已经是整整四分一世纪前的事情 所以说自主开发一点都不容易 第九行是成功发射遥感卫星 在2018年5月 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了高分5号遥感卫星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 同时对大气和陆地 是全普段综合观测的卫星 这个卫星能有效帮助我们监测 在区域内大气污染 和在大陆上面表面生态环境的变化 而最后一项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人造太阳 也就是热核遂变反应堆创下的世界纪录 在2018年11月12日 中国的第四代核遂变实验装置 又叫做人造太阳 全超度托卡马克大科学装置 Experimental Advanced Superconducting Tokamat 也简称EAST 而这个装置将加热功率推至超过10兆瓦 而实现了涉事1亿度离子体的运行 这个温度差不多等于太阳中心温度的5倍 结果维持了10秒 创下了全球纪录 中国为了热核变的研究和清洁能源的开发 但这些设备令我想起在电影《流浪地球》中的一万座《地球推进器》 中国人造太阳能够给海水中的刀和穿 即氢气中的同位数 在一个气质上下加2画和3画 在极高温下能够发挥像真正太阳那样出现核聚变提供能源 如果中国在未来能够建造一座核聚变的电站的话 只要能在海水中提取304公斤的刀 就能够产生1000兆瓦的电力 在过去核聚变面临最大的难题都是反应路 在1950年代开始 科学家就采用一种叫做托卡马克tokamate 又叫做环瓷机的一种环形装置 即是用瓷墙来积累核聚变反应的环境 之前提到的YES是中国科学院等尼子体物理研究所 在中国安徽合肥市建造的托卡马克装置 是属于中国国家95的重大科学工程 是世界上第一个非圆截面全超度的托卡马克 早在2006年9月的时候 YES已经是首次成功放电 已经十年时间 成功将电子温度推高到5000万度 持续时间达到102秒的超高温长满充等离子集体放电 当时已经是同类的国际托卡马克系统系统上 达到最高的纪录 中国人造太阳的终极目标是达到1亿度和维持1000秒 但要达到这些目标仍然需要克服很多科学和技术的问题 虽然利用核聚变提供便宜又干净的电力一直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不少专家曾经认为需要多50年的时间 不过现在看上来 核能物理学家已经越来越有信心了 而中国亦都为热核聚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令到梦想不再遥远 我是霍远强 谢谢大家收听时事观察 下一个星期再见